詞曲 李宗盛 編第31章 第25節 能力和威兒是他的衣服 他想到日後的景況就起笑 你一定要增加祝福的餅 否則你的富足增加十倍 一百倍 一千倍 一萬倍 財富很多時候是我們的第二生命 很多人根本除了睡覺的8個小時 起床的8個小時就是工作 他一生當中 他睡醒的時間 其實大部分時間都是工作 直至死或退休為止 所以如果你想想 能力百倍 千倍 萬倍祝福 其實祝福的餅 就將很多東西擠開 將自己的家人 家庭 或者你的健康 或者你的壽數 完全縮小 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到現在的富足 來到是好 但如果相對我們教會不設立一個 讓你增加祝福餅的機會 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說 只是一場開心 很多時候 因為你接下來就會被疾病 或者咒座 或者意外追上你 但問題是 教會預備了 但問題是 你以什麼態度去跟從 你仍然當作是 教會可以利用的一個群體 你仍然不會盡心跟從 甚至你就算跟從 你也不會用信心起步的跟從 先看著 但問題是 你以一個單純的信心去跟從 才可以得到祝福 明白嗎 這就是如我所說 支援念念觀 不能夠有些說得很明 舉個實際的例子 為何不能夠說得很明 在很多年當中 我以前對一對過很多人 肯定可以說 我對一而跌倒的人 比我現在還在對的人 其實有時候我對一而跌倒的人 我可以告訴你 你要當我是先知 你要當我是你生命當中 最厲害的 我屬靈為人 那你對我的態度 那你就會得到 難道我這樣說嗎 明白嗎 就是支援念念觀 有些事情 我是不可以這樣說的 但明明就是 我的信仰絕對比那個人 比他更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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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厲害 但問題是 我可不可以這樣說 不可以 因為本身支援 一定要自動自覺 抵下去做 才有獎項 是你要用信心的回應 既然你是用信心的回應 即是說你不是很知道 你不是很知道的情況下 之前用了信心的 你完全知道 那不是信心的回應 你是憑著你的知識的回應 對吧 舉個實質的例子 等於你的兒子 當作你是爸爸 那不是信心 他知道你是他爸爸 有出生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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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家人在拍攝 全家福 他還要用信心 信你 他爸爸 也會有很多人害怕 那是兒子的智商 對吧 因為他有足夠知識 所以換句話說 對呀 到今天我身邊 很多人都當了外先知 甚至有些人還不是 因為他一向是 他喜歡的 他一直是拖延 那就死定了 但就算你今天 才當外先知 其實已經太遲了 其實我的侍奉 都已經 向完美結局走進了 在之前你們才可以用信心 現在你需要用信心 你盲的也知道 神是有跟日華牧師說話 你聾的也知道 日華牧師的前天性 在今年的世上 很多人都追不上 你現在才知道 現在當中我們才知道 不單止遲 在神來說 神的震怒都在你身上 我當時 我是在說這件事 是不是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值得一提 在我所認識的人當中 可以說 全威是一個其中 榜樣的表演者 他很早年 就已經當作 我是一個使徒 和先知 即是我在說 很早年 是他認識我的 頭一個月 當然 他認識我頭一個禮拜 當我是敵基督 因為他沒見過 有人對聖經那麼厲害 看事情那麼深刻 所以他開玩笑 都拿出來講到提過 他第一次接觸我的時候 你見到解釋聖經 對聖經的認識 他直接當我是敵基督 你能夠想像他回到那間教會 都挺恐怖 即是只有敵基督 認識聖經 牧師不會認識 其他人都不會認識 但之後一個月 直至到現在 全威他都會看我 是他的屬靈爸爸 先知 使徒 這樣提及 所以在他的生命當中 他不是我身邊最聰明的人 不是 他也不是我身邊當中 家境最好的人 但問題是 他在我身邊當中 看到最多我的恩膏 在他身上 這就是典型 在他們身上 我便看到 但問題是 在我來說 我能不能到處去監獄 當我是才知 如果我到處去監獄 當我是才知 我自己也會跌倒 明白嗎 我都不懂得自處 所以我都有 我自己應該有的 態度和身份 所以我便說 支援面面觀 當你越了解不成即是 你就明白 為何有些事情 是不可以說明的 有些事情是因為 因為說明 你就已經不是用信心 對吧 一些就是 你要憑你熟靈的慰眼 你要用熟靈的Decernment 也始終是你自己 是將你自己人生當中 的資源 時間 心力 你去作出犧牲 但這個作出犧牲的時候 是真的憑信心 我講的真的憑信心 就是 你不知道 你不會在你眼前 看到這個八倍 你不知道 但這樣才是有信心 對吧 但問題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要動用信心的原因 就是 你明知聖經是如此 而這個作法是合乎聖經的 OK 但問題是 你見不到出流 你見不到好處 但聖經是教你這樣做 那這個才在這個田裏 種了這粒種子 就像我們在種種子之後 你見不到那粒種子 你憑信心 你相信它會成長 對吧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講的熟靈金三角 為何神特意設計 一個陷阱 就是 這個田靈命 是我們的支援 我們先求神的覺神 而在這塊田裏 但為何 世界這些東西 會加給我 而為何不直接投入世界 而為何神不會讓我們看到這個聯繫 而導致很多熟靈二世祖 到最後都走到世界裡 去打滾 原因就是如我所說 這就是 始終神不是強調你在世的得失 而是強調在這個得失過程中 背後控制著你人生的這個靈魂 究竟有沒有成長 有沒有在過程中的信仰有躍進 這就是神永恒接收的那一部分 屬於你的生命 真言第三十一章 第二十五節 能力和威而示 他的衣服 發想到日後的景況 就起笑 好 讓我來 盡心跟隨 隨著身 莫再顧慮 願決定 讓一生的主手裡 向主偉心心坚决没弃泪 仍听命热心追随 再不管零塔山醉 要温和向天的终点跑去 再一路上传情传你终吹 仍此全藏心里脱不失去 永不倒退 凌凌沉上依旧 为我继续永相应许 尽管你为神奔跑天流 愿我继续伴去 永不倒退 永不倒退